8月31日,亚运会男篮半决赛拉开维舞,中国男篮对战中国台北队,最终,中国队86比63大胜对手晋级,本场比赛,中国篮协主席亚运会男女篮里对姚宁继续坐在场边观战,由于没有遭遇什么太大的困难,姚宁不需要像前面的比赛那样给球员们做指导。 耐心的看主教练李楠指导球员们就行了,中国大胜进决赛,姚宁这一壮举感动国人,央视忙到二十点还没吃饭只得一提的是,就在此前两个小时结束的另外一场棒决赛,韩国队阵伊朗队的比赛里,姚宁也是现身,跟央视主持人瑜伽一起,现场考察了中国队决赛对手的表现。 解说期间瑜伽这样表示,姚宁这一整天都跑在了球馆里,先考察中国队对手的状态,然后再看中国队的比赛状态。 本节比赛他是领队,他既是来独占的,但同时又扮演了球探的作用。 他一整天都在工作,到现在还没吃饭,从早上忙到晚上八点还没吃饭。 瑜伽的这一般话,姚宁的这个举动,让中国球迷们感动不已。 大瑶上任一年看来,中国篮球从里的位的变化,真的让人可喜可贺。 大瑶用实际行动诠释的合作专业,为这样的篮球人点赞。 大瑶用实际行动诠释的合作专业。 大瑶用实际行动诠释的合作专业诠释。